他们说当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因为我小时候也很想去当兵 但是由于身高等各种因素当不了兵 但是现在我参加扶贫工作也等于当兵了 确实把我的性格给改变了 跟当兵一样 我是2018年3月份开始著纯工作 我本身也是农民家庭出身 我对这个贫困也有一些比较深的体会 我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为期一个星期的调研 就是实地调研到每个屯 每个农户家中去了解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然后我就发现一些短板 第一个是部分群众还住在卫房里面 就是住房安全没有得到保障 第二是部分群众的饮水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 还有群众的收入是比较单一的 都是依靠外出务工这一块 然后我就集中解决好以上的几个短板 是我这几年来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我们也根据这个调研结果 也做了一个工作计划 按部就搬了去实施了 我们经常入户有一些乡亲们 他们都拿出自己种的一些农产品 还有鸡蛋之类的拿来塞给我们 那这种我们肯定不能要 还是礼貌地回绝 这几个事情我觉得令我蛮感动的 很感动真的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都是来他家是帮他解决问题的 就是帮助他去争取一些政策 然后他们对我们也是非常感激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开展工作 怎么对村民 村民的话他就怎么对我们 前段时间他来看博 他说罗大方你从一个 话都不敢说的一个同志 到现在变成一个话老子 每次来的时候 你都对我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那说明这两年来 你发生了一个对片 跟之前就是判若两人 对我自己得到一个很大的进步 最大的成功就是在 帮助这些贫困后的同时 我自己也得到提升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去顺利 你这些贫图 我来说 有点 你 想